大夏王朝189年的国史中 涌现过智世的明君 也出现过后国的昏君 这是一个政权交替丰富而复杂的国度 对内他们完成了从士族制度到汉化制度的转变 对外他们和宋 辽 金 蒙古 回虎 土坡等国斡选 一直处于一个颠沛跟踪的状态 这也是小国的贵端 100多年的历史不算太长 但西夏王朝的文化 科技 制度等方面 在同时期的民族政权中都尤为突出 他们同样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组成部分 是灿烂的少数民族文化 今天就让利哥带大家来揭秘西夏十位皇帝的 传奇人生为你履清神秘的西夏史 夏太祖李继谦 事情发展成这样我也没想到 我人生中最大的错误就是创建了西夏 年轻的李继谦并不知道 自己有朝一日能成为西夏政权的老祖宗 因为历史就是这么的变幻莫测 这是李继谦始料未及的 也是所有人都不能抗拒的 小时候的李继谦同志 善其社 饶智树 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 打架可以一打十 回回考试考第一 12岁就当上了北宋朝廷的管内都知藩洛史 这个职位相当于今天的少数民族慰问管理大使 但北宋的尿情大家都知道 自己本身就没什么能耐 还整天排挤少数民族 李继谦和一帮亲戚不愿意受到宋朝的管理和奴役 带领少数民族党像族起兵叛乱 当然 势单力薄的李继谦不敢单枪匹马的对抗北宋 他找了一位强而有力的老大哥 辽朝 辽朝乐见其成 少一个对抗北宋的势力不少 多一个对抗北宋的势力不多 有了辽朝的鼎力相助 李继谦有了底气 攻城掠地不在话下 这一叛乱标准 后世子孙靠着他打下的老底 竟然建立出了一个浩浩荡荡的西夏王朝 西夏王朝处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代 也处在了一个特殊的国与国的位置上 后世的少数民族历史中西夏历史学尤为热门 夏太宗李德明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对发展大夏的向往 城上旗下的李德明干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事是和北宋重修与好 不再大兴兵戈天天打仗 第二件事是向外发展 趁着吐蕃回湖势力不注意 夺取了甘州和梁州这两座城池 因为李德明想明白了一个道理 北宋是个硬插子 没必要硬碰硬 咱们可以挑点软柿子腻 北宋就好像一个超级大市场 既然暂时无法推翻它 那咱们就先到市场里 买菜做饭 忽利忽略 从某种角度来说 正是因为有南北两宋的存在 那个时期的中华少数民族政权 才能百花齐放 迅猛发展 这等于是古代的一带一路 李德明也是个能争善战的伯 他同龄党项民族时期 势力范围已经发展到 银下随右 灵岩干粮八周之地 夏景松李元浩 开国皇帝也要背过 宋景用五年 也就是公元1038年 西夏王朝迎来了 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 李元浩扛起了前辈们的大旗 在兴庆府宣布成帝 建立西夏国 他家风群臣 追风仙人 种种行为都在告诉宋朝政府 俺独立了 以后不归你管了 这还不算 我们的老世人李元浩 还上表当时的大宋皇帝宋仁宗 意思我这都建立国家了 咱们也算认人挺多年了 你是不是应该承认我皇帝的封号呀 宋仁宗气得不行 表示我承认个屁 宋朝不仅不承认西夏这个国家 也不承认李元浩的皇帝身份 宋夏开战在所难免 李元浩堪称古代第一媒人员 他和北宋交恶 和辽国关系也越混越差 搞得西夏政权父辈受敌 仍然差也就算了 当了皇帝的李元浩 屡失报症不得人心 最后居然被自己的亲儿子给害死了 警宗李元浩作为开国君王 没有为国家和子民树立起榜样 西夏国在根上就坏了 下一宗李亮作 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 这个西夏被你承包了 李亮作没有李元浩那么硬气 他是个会援华出世的人 先安抚北宋老大哥的情绪 在安定辽国小兄弟造动的心 当然这是李亮作长大之后的事情 因为他出头皇位之时 只有一岁 小时候李亮作被外戚干政 他忍辱负重 长大之后把这些亲戚铲除的一干二净 由于李亮作在位时 西夏发展挺好 导致当时同期的汉族文人们不太乐意 于是发生了一场古代的网络水军黑皇帝的故事 或许是出于嫉妒的心态 这帮文人把李亮作记录成了一个 昏庸无道 一无是处的混蛋君王 历史给李亮作证了名 虽然这位皇帝在位时间没有几年 但的确是历代君王中对西夏王国发展最大的建设者 夏慧宗李炳长 没想到你居然是这样的妈妈 对李炳长来说 最让他难忘的岁月应该是他的牢狱生涯 延绍即位根基不稳 小皇帝居然被自己的母亲梁太后囚禁在了兴州 都听说过儿子坑爸爸或者爸爸坑儿子 妈妈坑儿子 还是开天逼地投一回 当然皇帝被关起来 大臣们是强烈抗议的 梁太后破约压力又把皇帝放了出来 临朝亲政没能改变李炳长大权旁弱的情况 似乎每一代西夏君王都伴随着外戚势力的入侵 郁郁不得知的李炳长一度十分自闭 秦司说我啥也不算 也不能当家做主 我活着还有什么劲呢 不久之后就领了变刀 戏份杀青 夏崇宗李乾顺 现在的年轻人不讲武德 李乾顺是个非常非常鸡贼的皇帝 从他当了皇帝之后的外交政策上就能看得出来 他和大宋政府也许是有什么解不开的仇恨 大辽国崛起之时 他联合辽国对抗宋朝 金朝崛起时 他联合金朝对抗宋朝 说白了就是我跟宋朝死磕上了 谁牛我找谁帮我一起对付宋朝 结果宋朝没完蛋 西夏也没完蛋 辽国和金国这家老大哥一顿折腾 国力下降深受其害 没想到实力坑对有的李乾顺 一看辽金两位老大哥 势头无标要完蛋 居然又和大宋重修救好 重回宋朝爸爸的怀抱 大辽表示西夏不讲武德 金国表示西夏不讲武德 但这事还真不怪李乾顺 因为西夏国的地底位置实在太特殊了 国家不大 但是身边围了一帮邻居 宋朝 金国 辽国 土拨 回湖 都虎视眈眈 在这样的夹缝中求生存 左右摇摆 实时依附强权 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国策 夏仁宗李仁孝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这里是今日说法 李仁孝的出现 把西夏王朝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峰 荒庸武道的君主各有不同 优秀的君王品质都大同小异 李仁孝注重法治 依法治国 还颁布了天圣年改定新律令 这是西夏立法中最完善的法律文典 共20章1460条 内容包含了诉讼法 刑法 民法 经济法 婚姻法 行政法 等各种法律制度 这本法典一度被外国学者称为 中世纪空前绝后 独一无二的法律报典 法律制度完善了 李仁孝又实施了少数民族汉话过程中的一大壮举 实行科举 试想一下 一帮操脸壮汉 湾弓搭建的坐在一个小房间里 武文弄墨相当壮观 这位皇帝豪情万丈 能力也有 实力也够 咔咔一顿改革 让西夏成为了少数民族政权中一颗璀璨的心 而从中我们不难看出 如果一个少数民族想要发展 想要从四线小城市转变为国际化大都市 汉话制度的推行 是不可避免的 夏桓宗李纯又 老诗人也有错了 李纯又性情温顺 虽然没啥本事 但是也没太大毛病 他贯彻了我没本事 但我也不乱整事的原则 在位期间 基本上贯彻落实了李仁孝的制度 老老实实的贯彻先皇的治国思想 所以西夏在他手里的时候 没进步也没倒退 历史可以原谅平庸者的无能 但历史不会停止前进的脚步 此时的蒙古部落已经开始逐渐崛起 并且对西夏发动了第一次攻击 蒙古铁骑的本领 我想大家都了解 但李纯又并不了解 也不重视 西夏开始走下坡过 而且还是挂武当走下坡 下乡中李安全 跟着我李安全混 李江十分安全 虽然李安全的名字叫李安全 但是他统治下的西夏却不怎么安全 李安全喜欢打仗 尤其还和金国交集 这一打不是一年两年 不是三年五年 而是整整十三年 十三年里 两个国家大大小小的打了二十五四仗 在这场战争里 金国是正义的一方 因为金国就是老老实实的 在自己家里的一母三分地里呆着 是西夏主动过去撩拨人家的 但两个国家都因为长期的交战 导致国力大幅度下降 蒙古族首领挺不真 乐见其声 你们打仗我发展 你们斗争我壮大 李安全在军事上错误的决定 葬送了西夏最后的命运 夏神宗 李尊虚 今天学习不努力 明天努力来学习 李尊虚和大夏皇室没有任何关系 一丁点也没有 这位老兄原本是西夏国科举考试的壮元 当上壮元没多久 自己亲爹就反叛了 壮元郎在一脸懵逼的状态下 被父亲推上了皇位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 以壮元身份登上皇位的人 也是最后一个 这位皇帝可谓是科举考试第一名 治理国家贼不行 此时的蒙古帝国吞并天下的野心 已经路人皆知 但李尊虚不仅不了解 存亡产案的道理 反而更加破坏自己和邻居国家 金国已经千疮百孔的关系 此时的大臣也好 皇亲国戚也好 都知道这时候必须得和金国小兄 手拉手来对抗蒙古势力了 大臣立剑皇亲劝说 就连太子也加入了游说 下金合蒙的队伍中 李尊虚表示 闭嘴没有工夫听你们扯淡 再听人家废话 我连皇帝也不干了 李尊虚不是说说算了 没多久就把位子传给了儿子 自己当起了太上皇 由此这位皇帝达成了人生中的第二个成就 西夏历史上唯一的太上皇 下宪宗李德旺 为什么追我 我又没有急着当教 西夏的皇帝名字起了一个比个吉利 什么李安全呢 李德旺呀 但西夏的国运却一天不如一天 李德旺即位的时候 国家已经到了危急存亡的时刻 新皇帝终于效命的了 金国是自己存亡相依的老大哥 两个国家打来打去 最终只能自决坟墓 于是他联系金国 表示兄弟这么多年了 咱们打了打了也有感情了 咱俩别打了 联合起来对付蒙古人吧 金国何尝不是这么想 但是多年的战争 已经把金国的大家大业也玩了个底调 金国表示 兄弟我现在自身都难保了 你就别找我了 你自己看着办吧 自此之后 西夏王国开启了 被蒙古军队追着脸的流亡岁月 李德旺表示 田不真兄弟 打人别打脸 打脸伤自尊呢 下末帝李宪 没想到成吉思汗也不讲武德 李宪当上皇帝的时候 西夏已经到了淡尽粮绝的地步 但王国的结果不能怪到李宪头上 对李宪来说 纵然有再强的决心和能力 也很难将这个集中南反的西夏王国盘火了 因为他现在只有一只孤军和一座破烂的城池 而且他也没有那份心 想要力挽狂澜的心 他也没有 蒙古大军围城 前有追兵 后无退路 李宪果断选择了投降 因为投降的待遇挺好的 成吉思汗表示 兄弟 只要你投降 荣华富贵大大的 年轻单纯的李宪信了 他简矫突然想 后脚成吉思汗就去世了 小城同志的子孙 打开成吉思汗的遗诏 上面写了一行字 杀了小李子 李宪 成吉思汗 你不讲武德 历史189年的西夏帝国轰然倒塌 没落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好了 我是历史其实挺有趣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点关注不迷路 我们下期见